那個問題是2M卡跟3M卡 不是匯率的問題 同台參加活動 柯文哲才剛坐下就找講完搭話 關於吵得沸沸揚揚的 台志光僅用監視器合約 多出9000萬 誰該負責 2M卡跟3M卡匯率不一樣 最後我們歡迎大安區 警察警察警察 所以現在問題是 為什麼要100%用3M卡 這才負責 因為民主啊 不過我們才很積極的 希望議長調教那個規律 所以經驗第一次把它調教 沒有啦 那個是 這個我早上再跟你講 柯文哲警曉監視器預算 就是在蔣市府任內暴增9000萬 但講完不背這鍋 把球往回丟 強調指示照著合約走 是在蔡市長任內106年 他所簽訂的 那也因為他所簽訂這個約 所以我們3M的月租費 每一支來到2200元 但問蔡市長 他那時候為什麼要簽訂 100年這個專案 規律是我訂的 為什麼我的預算是4.6億 到你的預算是5.5億 有本事開零食費 讓每個議員上來問 你們還敢去動這個 真的是不要命 活該 柯文哲拉高分貝說 在他任內費率2200元的 3Mai攝影機只佔23% 1476元的2Mai佔77% 但蔣市府把3Mai 提升到100% 才是多出9000萬的根本原因 柯市府規劃的監視器 泰幻計畫沒有執行完 那在蔣市府任內 接續泰幻200萬畫素的監視器 自然也就都需要符合議會的彈書 使用3M的傳輸頻寬 僅用監視器抗手山芋 歷經三任市長 引發前後任市長護槓 沒人願意負責 三令新聞 王晨宜 兩美軍 二小組 台報